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舞秋風 又到了一個禮拜一次 秋風回覆您留言的時間啦 這禮拜呢 有三個短連載都相繼結束了 分別就是 俠客風雲傳的 往事如煙 7集已經完結了 再來就是minecraft story的第二章 也完結了 也出完了 因為都很短 然後第三個呢 就是地球計畫 一款手機遊戲 秋風就是因為玩的是體驗版 所以也完結了 目前這三個都完結了 總之就是這樣子啦 還有一個也完結了 就是秋風的好禮大放送 俠客風雲戰好禮大放送 報名在昨天也結束了 所以 近期內會 找個時間 然後來辦個抽獎 那到時候就會在我的網站 就會貼出誰中獎了 那抽獎呢 應該會以直播的方式 到時候就 就看我的粉絲團 看什麼時候抽獎 看我的粉絲團就知道啦 那我們就開始這禮拜的 秋風回覆您留言囉 我最期待的畫面 終於出現了 祝秋風遇到舞秋風 沒錯 如果 俠客風雲傳 你問我 秋風出現在哪裡 就是在往事如煙裡 雖然參加的時間不是很長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太忙了嘛 秋風忙嘛 大家都知道 所以去客串一下俠客風雲傳 之後就回來實況了嘛 當個時空旅人回來實況了 所以很忙嘛 沒有辦法參加太久的時間 就 就是這樣子啦好不好 在那個聖堂之藥裡面 往事如煙的聖堂之藥 如果你還沒看 可以去看一下 還蠻有趣的 我們再看下一題囉 因為看到這個系列 覺得有趣 就邊看邊玩了起來 自己玩進度 已經比秋風的影片快樂多了 這是一定的 自己玩 絕對比看影片還快 看到要付費的時候 其實有點小猶豫 可是 想想 覺得才64元 我的只有60元 你的要64元 就買來玩玩吧 希望秋風能連載這個系列 也請秋風注意健康 畢竟拍片剪片都要時間 秋風也有私生活 所以不要太累了 最後特別感謝你拍這個系列 讓大家能發現這個有趣的遊戲 我真的覺得 一款遊戲 64塊真的太便宜了 手機上的遊戲64塊 其實還蠻便宜的 你想想看 那個 號稱免費的 那個卡牌遊戲 抽卡 64塊能抽幾次 兩次 三次 五次 沒了 抽到了什麼 抽了五次抽到什麼 抽到一堆爛東西 因為抽卡的中獎機率很低 這個 花64塊 我的是60塊 我不知道為什麼你們會64塊 可能是美金漲價了吧 那個 花這麼一點點錢 然後能體驗到一個很好的遊戲 我覺得是 非常值得非常划算 我也比較喜歡這種 買斷的遊戲 也不會有 廣告啊 玩到一半就有廣告跳出來煩你 就不會 不會有這種事情 所以我覺得是很值得 而且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這一個製作群 應該是 台灣 台灣的製作團隊 做的 支持一下吧 兩杯飲料的錢 可以支持一下 這個 國產好遊戲 我覺得是很值得的啦 那 秋風有沒有要拍後面的故事呢 近期內是還沒有這個打算的 那 之後再看看吧 如果你真的很想知道後面的故事劇情發展呢 你可以自己先把遊戲買下來 自己先玩 那 也不用特別來跟秋風講說 秋風我玩完了 那個 後面的故事是什麼什麼什麼 不需要 因為我怕我知道後面的故事之後 就 就不想玩了 哈哈哈哈哈哈 總之這 這真的是一款 我覺得還不錯的遊戲 推薦給大家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我們再看下一個留言囉 第二章也是好快就結束喔 秋風有沒有被騙的感覺 你是說長度 太短 然後被 感覺受騙上當嗎 覺得 我是覺得還好耶 我覺得第一章跟第二章的長度 其實差不多的 因為第二章主要 一開始就是 分支 就分得蠻大的 就是一個是走紅石 紅石村的 一個是去找 找匣道的 兩個路線其實不一樣 如果你有把這兩個路線 都玩過的話 我覺得時間應該是跟第一章 是差不多長的 我覺得有被騙的感覺 是它的簡體中文 實在太 太 太 嘖 你們自己也知道吧 你們有看影片 你們都知道 這 這根本就太混了吧 一堆字沒有出現 翻得爛就算了 還不打緊 問題是還沒出現 這 怎麼了 是出了什麼問題嗎 拜託一下 最少把字眼 弄出來嘛 真希望 希望可以這樣啦 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種 三流的簡體 真的不知道 下一次不要再騙 拿這個來騙我們了 那麼我們就來今天的趣事分享吧 秋風我跟你分享一件 我小時候發生的趣事 以前我爸爸因為天氣熱 睡覺的時候 會打赤箔睡午覺 我看到我爸爸身上 有長一個很特別的毛 所以就手癢去拔 拔了兩三次都失敗 最後因為我爸爸的手拍了一下 才拔掉我爸瞬間痛醒 幾年後 我發現 我身上的同一個地方 也長出了一根 特別的毛 我媽 跟我爸 都笑我活該 現在想起 全家都還會 哄堂大笑 呵啊 呵啊 呵 我可以問一下 是長在哪裡的毛嗎 是藝毛嗎 就說藝毛不要亂拔 藝毛不拔 你們沒聽過嗎 呵呵呵 好啦我真的不知道長在哪裡 那個圖也是我隨便亂畫的 不過我 還是對這個 遺傳的偉大感到 致敬神奇啊 太偉大了 遺傳真是 太神奇 太偉大了 哈哈 我們這個禮拜的 秋風回覆您留言 就到這邊結束囉 我們 下個禮拜再見 有趣事 可以 盡量來分享一下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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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